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是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剛仿沙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國寶及世界遺產紀錄城 是12座現存天守之一,保存度最完好的 也被稱為日本第一名城 是日本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紀錄城的歷史可以追溯至西元1333年 日本南北朝的武將赤松澤村 在積山建立起堡壘 在後來的將近三百年的時間 由羽柴秀吉、池田徽鎮、本多中鎮 逐漸擴充紀錄城 於1617年有了現在的樣貌 紀錄城最具代表今年的建築 就是紀錄城的天守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紀錄城屬於現存天守 使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 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的建築 很容易因為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壞 所以目前只有12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是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那這12個現存天守 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其中有五棟為國寶 紀錄城的天守卻有其中一個國寶 外觀最醒目的大天守 為慶長14年、1609年、耗時8年建造完成 總共有五層六階、高31公尺 包含東、西、淺、小天守 以及庭派二、渡里矢倉 整體連結起來 稱為聯力士天守 也是現存最大的城郭建築 然後因為外型像是白鹿展翅 所以紀錄城的綽號 又稱為白鹿城 因為天守格是木造的 進到大天守內部 就可以享受建築工藝 大家可以一層一層的往上爬 記得不要錯過西大柱跟東大柱 這兩根高24公尺的大柱子 就撐起天守格 防止搖晃的新柱 一路到達第六層 也是天守的最上層 大家可以在這裡吹吹風 享受一下當上城主的幽災 但是當上城主 真的幽災嗎 這就有了給歷史迷幫鮑勃解答囉 我們就聽聽音樂 觀賞紀錄的美景吧 離開天守格 我們在城中皇后 來到另外一個區域 叫做西之丸 這個區域的百尖廊下 長三百公尺 是江戶幕府二代將軍 得穿袖中長女 遷积了侍女的起居場所 遷积本人每天早上 都會在這裡搖擺附近的南山 國寶岩島神社 同時也是世界遺產 是廣島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可以包裝成兩天一夜的悠閒旅遊 岩島神社創建於西月593年 也可以說是公島這個島嶼歷史的開端 這個島嶼原本不讓人居住 但直到在中世時期 遷奉岩島神社的人 陸續在公島建立起的家園 然後到了江戶時代 這裡就變成了光光聖地 神社會建議在海上的原因 是由於當時人們對自然的信仰 不能隨意砍伐樹木或開發土地 因為等同於傷害神明 所以才蓋在海上 而現在所看到的建築方式 是西元1168年由平清聖營造完成 距今有800多年的歷史 建築的設計方式採用傾墊造 是平安時期貴族宅體的一種樣式 簡單來說正殿的中心建物 面南側的庭園而建 渡殿連結正殿 再向南伸出渡殿 南端設有吊殿 延島神社建造完成之後 屢次遭火災 颱風等等的天災侵襲 但得到蓮倉 赤丁幕府的庇護 而重新修復 神社本身於1952年 被日本列為國寶 由於神社透過大海和高山 不同色彩 和形態強烈反差 表達了日本人對於自然之美的理念 極自然美和人類所創造的美的融合 讓這裡於1996年 被列於世界遺產 這裡我覺得可以三個不同時段來訪 第一個時間是甘潮的時候 大家可以走到沙洲上 從正面遠遠的觀賞延島神社 或是由近距離 由下往上看神社的樣貌 冬天太陽比較早下山 等待夕陽西下應該超有感覺 也可以近距離看大鳥居 但由於鮑勃拍攝的時候 大鳥居在整修 所以就沒有特別走去看了 第二個時段是晚上滿潮的時候 幽靜的神社配上打光真的很漂亮 最後一個時段是接近中午的滿潮時段 也是鮑勃最喜歡的時段 大家可以早一點點進到神社內 慢慢的散步 經過東迴廊 然後經過敗殿 邊走邊看潮水滿滿的湧入神社 在西迴廊看看遊水人的舞台 幻想一下海上表演能劇的感覺 日本第一家需要坐船才能夠到達 星巴克岩島表參道殿 就會在岩島神社附近 映入眼簾的是大片落地窗 以及開放感十足的空間 這裡可以直接觀賞賴戶內海 以及大鳥居的景色 寶寶覺得視窗外風景最棒的星巴克 內裝採用星巴克常用的木質調座位 配上不同顏色的灰色 讓整體看起來很舒服 不會虛滑或過於單調 鮑勃身後方的木頭製的飯勺 是宮島的傳統藝術品 也是代表星巴克Logo上Siren的領 風國神獸通稱千蝶閣 是安土陶山時代的1587年 由封城秀吉下令建造的木造神社 是宮島內最大的建築 面積相當於857個榻榻米的大小 但由於封城秀吉的世事 讓此建築保持著未完成的狀態 避免已經天花板都沒有完工 但也變成江湖時代島民交流的場所 也是日本的中華文化財 在這裡悠閒地找了地方坐著吹吹風 看個海景體會一下 古人在這裡聊天交流的雅趣 宮島上也有很多溫泉旅館 如果大家有時間在這裡待上兩天一夜的話 可以悠閒地泡個溫泉 以及想要當地食材所製作的會席料理 位於日光山內 包含東兆公在內的日光神社與廟宇 總共有9棟國寶建築 跟日光二荒山神社 以及日光倫王寺 一起於1999年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也是日本知名的觀望景點之一 位於利木縣西北部的日光市 雖然人口只有將近8萬人 但總共面積達到1449平方公尺 超過台北市五倍的大小 有歷史 也有自然 所以每年吸引約600萬人拜訪 這幾個世紀以來 日光的神社和廟宇 一直被視為神聖之地 而這裡與德川幕府時期的歷史 具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就來介紹日光山裡面 的幾個重要國寶以及文化財吧 其中最有名的日光董兆公 為大名鼎鼎的德川家康的林廟 始建於元和三年 現在所看到的這些金幣輝煌的射電群 是寬有十一年九月 江湖幕府三代將軍 德川家光 利用一年五個月的時間 都由280萬人力所完成的 大家可以慢慢地散步欣賞東照宮的公益 首先來看看國寶陽明門 號稱日本最美的門 門上五百多個雕刻建築 在陽明門周邊散步 欣賞國寶回廊 然後欣賞另外一個國寶堂門 不要忘記看一下 鮑寶最愛的睡貓 由知名雕刻家佐聖武郎所製作 除了國寶建築以外 東照宮境內還有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認真看的話可以花好幾個小時呢 我們現在來介紹世界遺產中的 另外一個國寶 倫王寺泰優嬰 這裡是德川三代將軍加光公的墓所 這裡的國寶建築是拜殿 巷之間 本殿 跟東照宮一樣 也是採用全線造的建築方式 與本殿跟拜殿兩建築間 以十間連接起來 與東照宮顏色稍稍不同 泰優嬰的顏色是以 黑色、紅色、金色為主 泰優嬰的境內也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大家不能錯過喔 剛剛提到日光的惡社遺寺 日光東照宮 日光山倫王寺 日光惡荒山神社 為世界遺產 我們就由此介紹一下 日光的其他世界遺產吧 二荒山神社有1200年的歷史 是日光的信仰中心 也是求姻緣的知名之處 另外鮑伯覺得這個朋友神社的名字很可愛 對了 知名拍照景點神橋 也是二荒山神社一部分 也是中央文化財 跟二荒山神社一樣 倫王寺有1200年的歷史 藉由奈良時代的聖道上人所建 本堂為東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築 十分氣派 那我們來介紹幾個日光的周邊景點 讓大家排兩天一夜的行程可以更豐富 建築本身為登入有型文化財的明治館 是日本留生機之父 美國貿易商FW Pong的別裝 所改建而成的陽食餐廳 也是塔佩洛庫的百名店 剛好位在日光的神社寺廟這一帶 所以可以當成一個吃中餐的好所在 最有名的餐點歐姆丹飯 吃起來非常的絲滑入口 在林上花的時間熬煮了法式醬汁 好吃 中禪寺湖是日光另外一個值得拜訪的景點 除了沿著湖畔散步以外 可以拜訪各國大使的別裝 另外倫王寺其中的一個寺廟 中禪寺本身也是一個看湖的好景點 日光最有名的自然景觀之一 應該就是氣勢磅礡的瀑布了 龍頭瀑布 花煙瀑布 湯瀑布 都是這邊的必看景點 距離京都車站走路約15分鐘的東寺 應該是京都地理位置最方便的國寶 同時是市區的賞一名所之一 是一個都已經來京都了 真的不缺很可惜的景點 西元794年 日本首都牽制京都 首都的大門口有個巨大的門 入口的東邊跟西邊都各有一個巨大的寺廟 雖然西邊的寺廟已經不復存在 但東邊的寺廟東寺 就在此屹立不搖地待了超過1200年 雖然東寺的主要建築經過多次地震跟火災損毀 但重建之後的建築都保持原有創建時的模樣 在寺廟中散步 有著回到過去平安金剛創立的時候的感覺 東寺有四棟國寶建築 但按於取材時間 Bobbo只拍攝了其中兩個 東寺的金堂 重建於1603年 是寺院內最宏偉的建築物 融合了日式跟印度的建築樣式 非常有特色 於旁邊的重要文化財講堂一起觀賞 真的很有莊嚴感 在823年 天皇將東寺鎮宇給空海 而其將東寺作為密教的道場 金堂跟獎堂內保有了非常多的寶物 建議大家要有時間一定要進去看看 那由於內部禁止拍攝 大家知道自己實際去看囉 國寶五重塔是那場供奉佛陀設立的建築物 也是日本第一高德木造建築 高達55公尺 最初五重塔是為九世紀建立完成 後來經過四次燒毀 現在的塔是五代木 為1644年建立 搭配春天的櫻花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走遠一點到庭園拍攝綠樹 櫻花 這次就可以順便逛京都車站 現在的京都車站是於1997年完成 集合的車站、飯店、文化商業設施 可以說是京都的玄關 這裡白天晚上都很漂亮 其實這部分大家可以試試看 京都車站附近的兩家超級有名拉麵店 本家第一序Takabashi已經開了50多年左右 使用脂肪飽滿的國產豬肉 跟京都福建產的老鋪醬油味道的湯底十分搭配 麵本身使用優質的小麥粉 吃起來味道非常的順口 新福菜館本店開了80幾年 比起Takabashi的湯底 新福菜館的湯底顏色又更深了 是這家店的最大的特色 喜歡濃濃醬油的朋友一定會喜歡這家店 甜點的話我推薦保全JR新幹線京都站店 就是位在京都新幹線的站內 保全最知名的就是他們家的和菓子 使用最高級的單波黑大豆或單波大那眼小豆 善摘就像是紅豆湯一樣的料理 加了大那眼小豆跟自家製烤餅 甜而不膩 抹茶盛代也加了大那眼小豆 配上魚汁抹茶、冰淇淋跟白玉 是京都很代表性的甜點 位於京都鄰居滋賀縣的燕根城 是全日本只有五座國寶城堡之一 喜歡城堡的歷史宅一定要拜訪此地 然後跟人氣超高的燕根喵打聲招呼 燕根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1600年 由當時日本戰國時代的武將 也是德川四天王的錦衣執政下令建造 於西元1603年開始動工 前前後後總共花了20年左右才完成 現在看到的燕根城 基本上保存了400年前的樣貌 非常的具有歷史價值 1952年天守也被列為國寶之一 燕根城就蓋在燕根車站旁 到了車站大概走個10分鐘 就可以到達燕根城的園區 先欣賞一下護城河跟伊羅哈松樹 以及18世紀完成的中央的化財 燕根城二字丸左河口多聞雅格拉 從錶門山到一路往上爬 可以看到中央的化財 燕根城天秤雅格拉 是一個緊急使御敵用的廊下橋為中心 左右對稱了建築物 再通過一小段階梯就可以看到天守閣了 這裡的吉祥物宴跟苗 每天會出現城堡三次 運氣好的話就可以看到這隻可愛的貓喔 天守閣雖然規模不是很大 只有三層樓,21公尺 由不同屋簷設計的樣式集合而成 十分有特色 我們就登上天守 遠眺琵琶湖的景色吧 離開天守後往前走 來到中央的化財燕根城西之丸三重雅格拉 這裡是防止溪滅敵人攻擊所建造的樓層 景色非常好 也可以遠眺琵琶湖以及天守閣 如果有點時間的話 還可以走到明勝玄公園 這裡是第三代城主於西元1677年 花了七年建造完成的庭園 也可以遠眺燕根城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